亲爱的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《美味花样多》系列里的《土豆花样多》。 作者是日本的山岗光,是由纪影翻译,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 小朋友们,你们喜欢吃土豆吗? 土豆长得圆圆的,表面还有点坑坑洼洼,可是别看它长得普通,它可以做出好多美味的菜呢。 你知道土豆可以做出什么菜吗?快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。 我是土豆,别看我长得坑坑洼洼,滚起来咕噜咕噜。 可是我的花样可多了,你知道我能变什么吗? 土豆啊土豆,变个什么呢? 噗通噗通,咕噜咕噜,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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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哇哦,煮好了煮好了。 脱掉外衣,面糊糊的土豆配黄油。 嗯,闻到香味了吗? 土豆啊土豆,变个什么呢? 咕噜咕噜,当当当。 咕噜咕噜。 炸好了炸好了,又松又脆的炸土豆,是我的最爱。 土豆啊土豆,变个什么呢? 削了皮,切成块。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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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炖好了炖好了,香香的土豆炖肉,真好吃。 土豆啊土豆,变个什么呢?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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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切成块,咕噜咕噜咕噜。 把它们煮软,然后噗哧噗哧,倒成泥。 拌好了拌好了,土豆沙拉,真好吃。 土豆土豆,变个什么呢? 把软啪啪的土豆泥裹上面包屑 放进油锅里炸一炸 炸好了炸好了 胖鼓鼓的炸土豆饼 趁热吃 土豆花样多 你喜欢什么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怎样的土豆呢 欢迎在社区留言板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别忘了点赞和留言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 下周见